她覺得怎麼不愛她 不是 她是覺得 她自己不值得被妳們帶走 要摳了 為什麼我哼 二位想要告訴父母 妹妹內心對妳們真正的聲音 就是我覺得我愛妳 替我用膽怯 她好嗎 她想要不要摳妳 不知道嗎 她過來 妹妹要吵架 啊 說一下她不懷疑 到底現在在做什麼 她為什麼都不說 很多時候都真的 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我們到底要再怎麼做 真的長大以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 跟我妹溝通 真的就一來一往 真正也無法解決核心的問題 於是那天 我們決定坐下來 好好的談一談 有件事情 我身材心中非常久 就很想講 沒有這種被害妄想症 就是有一次我們 譬如說 前大姨一直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她說她想要換一台手機 反正我們家門口 就躺在爸媽的下面 然後那時候她就想要跟父母講 她需要換一台手機 所以必須 父母陪同一起去更換手機 這件事情 然後反正我就站在中間 然後呢 反正我不知道什麼 她突然就 就質疑我說 我媽跟我施眼色說 不准讓她換手機 應該是說 因為我姊姊也換了手機 所以我就覺得 那個手機是我爸媽付錢 買給她的 或者就是我想要手機的時候 我爸媽可能不幫我買 可是那個錢是我自己付的 是覺得 別人家想要對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全部被沒用 但... 但... 對 我有被她忘了方針 哈哈哈哈 他們真的都很壞耶 那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你知道我姐怎麼樣嗎 我爸給了一筆錢 然後呢 就給了我姐說 就是她跟妹妹一起花的 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是兩堆一起出去的 我的那個男朋友就聽到說 我姐跟那個男生在那邊講說 沒關係 反正我媽有給我們錢 我們可以吃比較貴之類的 我男朋友就在跟我講說什麼 欸你知道你媽有給你們錢嗎 我就說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呢 我就去問我姐還怎麼樣 然後... 我姐就說 爸爸有給我們錢 我沒有自己花這樣 我媽說如果不夠的話 花一人份一半拿出來給她 妳明明就拿到前面 妳拿出來給她 沒有 真的不可能這樣 媽媽說什麼 等到錢大家都花完了之後 我再拿出那份錢讓大家黃 我會覺得 這可能是 本地行做就點 XX 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 然後那我講一下抹茶拿鐵事件 可以嗎 沒有啊 有時候我們去日本 我們就點了一杯抹茶拿鐵 然後我點的是熱的 那時候我妹就衝出來就說 我也要喝抹茶拿鐵 可以啊可以啊 你先喝完我的抹茶拿鐵 你再看要不要再點 另外一杯抹茶拿鐵 她就有個開箱說為什麼我不能 再自己點一杯抹茶拿鐵 然後我跟她講說 因為我想說你先喝喝看 我好喝你再買 然後她因為這一杯抹茶拿鐵 就夠我生氣這樣子 我姐真的很討厭啊 她每次都很喜歡在那邊 明明就沒有哭笑 我姐會在旁邊說 我妹妹我不開心 妳是真的不開心對不對 我沒有真的不開心 我姐就會講這樣子 要讓別人覺得 我好像真的不開心 我好像很難相處 可以你的臉直接露出來 加了以後 就會變得我好像更 怎麼樣 我認識一個朋友 看過她很多影片 就是我們兩之間呢 有時候很多 問題其實我們兩個吵 是無法解決的 所以呢我們就很榮幸呢 邀請到這個朋友 可以一起來跟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之間的關係呢 該怎麼樣更進一步 會更好發展 那我們先去換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欣 然後目前是一個 世界心理師 其實我剛剛聽起來 我覺得很大的狀態是 你們根本是溝通 不在同一個頻率上 她要講什麼話 她講不出口 妳對於理解 好像有一些困難 所以你們就一直在吵 一些根本沒有意義 雙方根本就沒有對彼此有情緒 但都以為雙方很不爽 就好像妳剛剛就要想說 我就沒有那個生氣 但妳一直說 啊妳是不是生氣 其實我覺得她很多時候 不相信家人 所以她會選擇把一些 真正的事情 會選擇跟她好朋友講 或是男朋友講 可是她再怎麼樣呢 都不會表露在家人的面前 她其實不是不相信家人 她是不相信自己 她不相信自己 可以被這個家給借住 她不相信自己 會被你們給愛子 所以當她們給妳 提出東西的時候 她是提不出口 她覺得你們不愛她 不是 她是覺得 她自己不值得被你們愛子 要哭了 為什麼 二位想要告訴父母 妹妹內心 對你們真正的聲音 可能是因為真的很多的東西 導致她會覺得 之前求助過啦 但換來是更傷的東西 因為在我的世界裡 當我說我要這個 是沒有人會去幫我滿足 是沒有人在乎的 就是那時候可能搬家的話 就是媽媽就會把我設網 就會小一間 然後我姐姐可能就大間 我媽就會說 因為她先除了阿子姐姐 所以是媽媽對你們的態度 導致你對姐姐 會有一些接觸 就是爸爸媽媽 那把他們交過來 哈哈哈哈 爸爸媽媽給我的 中彈一中 因為熱熊 剛才兩次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都很想要 我做一些事情 然後叫我知道 所以你們兩個 在一個被安排的架構下 而不小心討厭的彼此 我沒有討厭她 就是我滿愛她的 所以我討厭說 我覺得我之後 會出於好意 就很著急 那你會想要跟妳姐姐好好溝通嗎 我知道她在想什麼 就是她講出來的那樣子 因為我姐本來就是那種 會很直接直接講的那種人 妳說什麼其實妳懂 可是有時候妳都沒有說阿 妳知道妳到底懂不懂 那我先幫她講一個點好了 幫她現在好無理 好 首先 她不是被她妄想症 當妳一直拿這種東西 套在她身上 我相信一個正常人 也很難跟你講些什麼 試著去理解 她身在表達性 她就是一直以來 不太會說出自己的情緒 她本來就對這個 應該有一些困難 我好像不太會 說完整的說一段 就我心裡想的 我要講 我要想很久 然後我就覺得算了 講不出完整的 我想要表達的事情 所以妳就是不習慣 一次講完大部分的話 所以這種時候 妳就幫她補充 幫她猜 而不是 不要不要講 要講什麼啦 哈哈哈哈 所以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還是 是A還是B 所以我應該是這樣子 助她 讓她表達出 她的感受是怎麼樣 然後她如果很難選一個說 那妳現在會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好 那我再進去猜 那會有這一個感覺嗎 好像有一點 那妳可以再多說一下 那個感覺 那邊就很多人都會說 我爸媽真的很察覺 所以妳也很想要被他們看見 就是不管妳這樣難受 我都只是想要讓爸爸媽媽喜歡 那我們該怎麼改變 我們現在可以感受到 既然非常的焦慮 所以我會講一堆廢話 但是當我講這種廢話的時候 其實會讓她更不舒服 妳好想她會說 妳不能再哭了 所以當妳焦慮的時候 壓下來 那就是妳要處理的部分 不要再把 妳的焦慮丟在她身上 要好好在情緒裡面 去處理它 但妳從來都沒有給她機會去處理 然後就要讓她說 我會變好 這很難 因為妳現在會很焦慮 所以妳會想要把事情趕快處理好 這很正常 是因為妳們這樣個性有點太不可 家裡以外沒跟都很懂 也沒有每次人 就真的是真的很好 可能從我高中就看到長大的朋友 只會跟他們說 發生什麼事情 那妳真的要謝謝她的朋友 嗯 感謝她 我姐做了什麼事情 我媽媽就很常說 是我待會兒我姐去做的 我姐可能不回家睡覺 她就會說我都是妳跟著妳 或是我姐可能化妝之類的 她就說都是妳跟著妳 我姐知道怎麼樣 所以一定是跟著我學話 我是蠻困魄的 其實我也想化妝 那我不能化妝 只是因為我 之間比她後面化 她這樣在罵妳妹的時候妳在嗎 我就說我沒有喔 我幹嘛學她 我媽覺得就是某什麼也蠻像她的 她想著這樣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解釋 我媽溝通會有很多障礙 蠻想請她去諮商 但她又在那邊有件事情 當時我跟她講就是諮商是必要的 對 其實跟郭彤都是這樣子講的 就是妳要先讓她知道 諮商妳做的事情 我現在跟妳妹聊了一下 妳應該比較理解 如果是諮商聊一些什麼東西 妳就可以考慮到底要去或不去 所以妳也得讓妳媽知道 諮商會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 跟是為了什麼 我媽本來就是比較控制的人 就是她好像說做什麼 我好像就會去做什麼那種人 我就是一般怪的 不喜歡在她面前 很乖 就是我這種好像蠻聽到的話之類的 就是其實妳們知道 叛逆的孩子也是孝順的一種 妳自己看啊 爸媽在這 然後她叫妳走這條 比如說妳媽 妳就乖乖的走 然後媽媽就乖乖乖 所以妳可以很確定 她們要妳這麼做 但是叛逆的孩子她要往後走 然後當她往後走的時候 還是會不時的回頭看看爸媽 妳們不管是順從她的路去做 還是好像很叛逆 妳們都在看著她 所以好像妳有活出妳的樣子 但其實這還不是妳想要的樣子 妳還是在在意的角度 在意她們的想法 所以妳一方面想要取得 自己的生活 一方面又想要取得她們的關注 然後在這個情況下 好像兩邊都沒得到 就是我酒吧 去我媽媽帶妳 好 那妳要不要call妳爸媽過來 好 妳覺得妳爸媽跟我現在在現場 妳會怎麼樣 她應該不敢說欸 嗯 我覺得她不會說 但是妳跟她說我就會call 我會說 不是妳啊 她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妳們是以為是 平常就是這個樣子 她還不爽妳 用來講妳 哈哈 她每次以為是妳 那就是要講信息的時候 就是 那她不知道該講什麼 是 相信妳應該在小時候就有嘗試想要講過吧 妳為什麼要對姐姐那麼好 妳為什麼都會欺負我 這種話 喔好像會 就是跟爸媽媽會這樣講 那通常妳這樣講的時候 爸媽會怎麼會 沒有啦 才沒有的 妳想太多 一定是妳的問題 這時候她就會自我懷疑 所以真的是我的問題 當她有想法的時候 她出來之前 她會跳十遍 就是 會不會是我的問題 如果是我的問題 我想她在幹嘛 那我就不要講 我以為這是我自己個人矛盾的問題 就是 連我在談連愛 我覺得她可能犯錯 然後 我可能就會在選擇的時候 大大不要講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搞不好是我的問題 然後我要接著去打電話 問噴我說 這件事情是 我的問題嗎 還是 她的問題 然後他們說 是她的問題 我才敢去跟她講 這不能說是妳的問題 而是一些之前人 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導致妳有這樣的習慣 其實這個世界蠻殘酷的就是 父母永遠在等自己的孩子 一個道謝 但孩子永遠在等 父母一個道歉 然後這件事情 都好難好難去打電話 因為妳們會跟她講那麼多 應該也希望她們 就只是重視這件事情 那妳覺得經過這樣子 妳可以更理解妳們現在的狀態 我覺得我能理解她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家沒有一個人是一個 會溝通的角色 包括我第S 我覺得溝通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妳姐看到妳的辛苦點 妳會更願意跟她說一些 妳的想法嗎 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都說完了 可能會覺得是自己的家庭 好像出了一些什麼問題 但其實這才是大部分的 正常家庭的樣子 每個妳覺得健康 開心快樂的家庭 都有類似的東西 但妳現在長大了 妳們有能力了 妳們可以讓自己 找到屬於自己的生活 只是真的會需要一點勇氣 去改變去嘗試 在關係中有一個名言 誰痛苦誰改變 真的耶 真的是耶 誰改變誰的收穫就最好 當然心中會有一些不平衡 但是沒辦法 如果妳想要讓這個家變好 妳必須成為那路式 妳跟著轉變 這個家也會一起跟著轉動 謝謝阿全 謝謝 最近半夜 我一直覺得我被什麼東西注視著 不管怎麼不去在意 就像眼睛想放鬆自己 腦袋總是停不下來 嗡嗡想 想東想心 好難入睡喔 白天更是難集中精神 工作相侶好差喔 今天又不知道幾點才能睡覺 到底誰能來救救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 咖啡咖啡 蛤 我剛才冒出來的 打不擔 幹嘛幹嘛 幹嘛幹嘛 這個是 你是賣到星筆的嗎 第一次 就跟你說了 我有沒有給你討價還價和 因為你要錢嗎 艾爾 這麼難啊 會有啊 當地 我肯定比較窮一點 所以只有一百塊可以接受嗎? OK 好險我有維爾山一方紅花嘎巴舒眠飲 免續服用四周以後 我的睡眠狀況有明顯的改善 我也是嚇到了 我現在每天睡前三十分鐘喝一包 就能好好入睡 明顯的睡眠質量提升 深層睡眠時間加長 睡得好舒服喔 調整體質 精神好很多耶 而且呢 它有十張專利證書 及榮獲2024品質評鑑大賞金獎喔 原料成分經過嚴選馬關 所以不用擔心 添加業界最高 不安酸發酵物 幫助放鬆 西班牙專利放紅花萃取 提升睡眠質量 一大國專利香瓜萃取 SOD抗氧化之母 讓我睡醒後精神更飽滿 經過實測呢 睡眠分數呢 真的有明顯的提高喔 而且全素 不含防腐劑 不含任何西藥成分 無藥物依賴性及副作用 讓我呢 也非常的放心 推薦給我 審眠多年的爸爸 想要感謝睡眠困擾的朋友們 一定要體驗看看喔 乾嘛乾嘛 我們也要錄一次吧 我們那個尾圈也要錄一次吧 我們採劫中間的 誰誰誰心理失常是 這不就來了嗎 進進進 我以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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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講說公主你為什麼會假日 你對他哪一件事情不放心 那他可以怎麼做 八字 所以你只要八字OK 你就真的可以放心 八字不理事 那個八九不理事 那一跟二在哪裡 有時候收到好多訊息 羨慕我們家庭 覺得我們好歡樂 但 其實我們也有辛苦的地方要去面對 尤其妹妹小時候所遭遇的 糟糕的經驗 包括我也是 對父母印象最深刻很糟糕的事情 就寫下來了 然後分別在這個盒子裡面 這是我跟妹妹的面 你自己選一個 一二三 爸爸我們在翻開 發現說這些都不是我做 都是媽媽做的 成績少一分 打一下 小時候打你 叫你手伸出來 超可怕的耶 因為我之前本身也考得不好 為什麼會打你 會很糗 對啊 為什麼我從小 成績不好要被打 你覺得我做吧 我就是要做到這裡 所謂的少一分 打一下是 多少分才算標準 90分 我有時候超害怕回家 回家就會被打 媽媽要看你抽 沒有上一天 會再被打的 不會 你在幹什麼啦 哈哈哈哈 都要哪一間嗎 是啊 新闻丁那個啊 也沒有成才啊 可能打會有用嗎 不會 沒有用 有天分就有天分 那你覺得怎麼樣才有用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有用嗎 我小時候想學高職啊 你們也不讓我學高職 那你如果從來 你會讓我上高職嗎 從來我都不會關你了 那不可能會從來 我去了 啊啊啊啊啊 被發現情書 全球的 超討厭 我這件事情印象深刻 瞞著父母親交男朋友 高中就開始交了 還有 還有新念書嗎 現在都國小就交了 對啊 戀愛要招電探 長大之後被騙 都不知道 到底是要讀書還是要教他兩趟女生 我覺得可以邊讀邊教 這有那麼厲害的嗎 高才聖喔 為什麼要把我情書丟光 不想來學書 那你每逢看過嗎 我不想看 這件事情沒有讓你們感到後悔 你們覺得你們這件事情做的都是對的 對 對 你們寧願我偷彈還是大方的彈 讓你們知道 不要加醉 因為那時候新資都沒有親手 我打電話 打太多 他把我通話記錄 掉出來 一一打K 對 我媽真的厲害 真的假的 我媽有幫我做到這一點 做了一些時間很多 那你可能做到很閒就是 為什麼你以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要看他的郊遊 是怎麼樣啊 我去學校的時候他們大家在跟我講說 一媽都會打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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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觀察他 為什麼 那麼愛講電話交什麼男朋友 還是什麼 我緊張啊 這件事情讓你學到什麼 就是叫別人打乖 在沙花後偷看輝永在天 就是我們躲在沙花後面看電視 然後我們偷到十點之後 就會看 回來的聲音我都知道 就是那種機車的聲音 然後就這樣 他回來了 所以我幫你幫我這邊 他發現你那種被盆條獨擋 對啊 超可怕的 為什麼不能看電視啊 那妳是要看電視啊 還是要看電視啊 我們的那時候古把 頭腦就是這樣 不辣 我 讀 男女合校 妹妹就是喜歡跟醫生朋友講話 我就是故意要把他那個 拆開來 那妳覺得讀妳的學校比較好嗎 我覺得如果讀男女的話 應該會比較經常 如果重新來過 妳會讓他讀男女合校嗎 重新來過就不要生日 要不然就生一打 好像連罐 你不動作敵物喔 被打巴掌 鬧鐘放電視 我跟他講說我想要換電視 然後他就跟我說什麼 想要講這樣 然後就啪 然後我就耳鳴 媽媽這麼暴力嗎 媽媽超暴力的 一天只給我150塊 人家都一個月3000塊 人家一個月3000塊 那我一天給你150塊 那3000塊我現在被兩月 你告訴我媽媽 我打錯了 媽媽這一天50塊 你不可能給150塊啊對不對 對 那這件事情呢有後悔嗎 沒有後悔 而且想不到花費怎麼那麼高啊 小時候啊 要出去玩啊 都叫不起來 奇怪 玩那麼好的事情 怎麼會叫不起來 你們啦 自己叫不起來 而且我超討厭 你們兩個很喜歡說 兩個字超討厭的 再討厭 不是再說 現在改很多了嗎 現在改超多的啦 講現實就是經濟的壓力 都創業 整天都很忙碌 但是為了經濟的壓力 獨打我騙子 什麼意思 你應該說騙我來獨打我啦 我跟他騙 乖乖乖來整個房間打 不打得不對啊 我去拔牙齒 然後不拔 回到家媽媽也沒有生氣很開心了 就說沒關係 我們明天再去拔 他就叫我去房間裡面 看一張他新買的桌子 叫我看那個角角說 你看這個桌好看啊 那等下來看就把那 這樣子說下去揍我耶 好困難喔 你怎麼會有 你怎麼會有 當時啊都是說不聽啊 就想起就沒人家 算成載他去 然後他還不拔牙 所以就跑回來 你知道這個讓我想到 為什麼妹妹會有被害 我想說這些事情 小時候就受到創傷就對了 對 他其實小時候有創傷 他一直覺得別怪害他 這是因為媽媽造成的 因為媽媽騙他來看桌子 他以前天真 這桌子好漂亮喔 他在那邊想說 他其實是要毒打我 所以我覺得就可能這個關係 兒父母在那個年紀一樣 他們說後面無法改變的事情 你還記得嗎 後面無法改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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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誰的字啊 發發的字 因為我很後悔啊 小孩子也沒有教得很好 父母親也沒有長時間陪他母親 時間不夠 那時候我們都夠不夠 然後就是把小孩子輸了 慘愧 我們為了這個 維持一個家 然後還有兩個小孩 後悔沒有自己帶小孩 但是自己帶的話 自己會比較了解起來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是記得 你們都是把我們丟去補習班啊 後來媽媽就吵老師 爸爸媽媽很少陪你們 然後禮拜天說要帶你們出去 我以後就說 就做騙 用騙的 騙的無法 前來你們要帶我們身邊帶小孩 一舉一動 小孩子的習性什麼比較清楚 那我們現在早上也都不同心啊 還是有一點距離 你吃的東西跟你吃的東西不一樣 就只要被吃 要是個人喜好文條件 後悔打小孩啦 念的不好 做的不好 憑什麼要打你 你自己小時候會被打嗎 小時候我也被打 被阿公打 後悔沒有陪小孩們 而且一樣 奉勸現在的父母親 假如說真的有時間的話 都會陪陪小孩子 都了解小朋友 如果沒辦法陪就不要生了啦 那有的小孩子不帶離婚 丟給長輩的長輩的丟去外面 當常出國無法陪伴 這次重複啊 對啊 哈哈哈 我得啊 幾乎這時候看不到 羅伯在哪裡 前因後果 這是之前不想讀書的 所以 塗好練感很辛苦 還要做那個 常常出國去熬夜 去打聽試驗 從頭到尾 你看我們講的都是同樣的 就是沒有好好的陪小 後悔沒 多生幾個可以幫 後悔沒有多生幾個 可以幫忙在 沒有練術就是這樣 可以幫忙在 哎呀不要來出去啦 等一下 我不要啦 你要給我生啊 哈哈哈哈 當我生章給我 如果你現在還想生 你可以去找泰衣書喔 後悔從前 沒煮換 這不用後悔 然後他再沒煮飯 我煮的他不喜歡吃 所以我們後悔 以前小吃飯沒有把他養好 我真的後悔 沒有啦 應該是後悔 小吃飯我們沒有煮給你吃 你如果吃習慣的話 你現在就會吃了 後悔 吃不要 哈哈 總結一句 這種方式呢 就是你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 可以嘗試用這種方式 讓你跟父母和解啊 好我們下次見啦 Bye 好謝謝大家 Bye 但這一切都還來得及 大家也都不容易 不過我們若是願意改變一切 也會變得不容易 好消息 就是金安的社群社團開張啦 耶 在裡面呢 我們會即時跟大家分享有趣好玩的事情 而且呢 裡面還有好用好玩 好吃 高CP值的優惠團購資訊在裡面喔 進來才看得到 趕快加入金安的LINE社群 讓我們團聚在一起 等你來喔 嗚呼